好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是1909月13号 那么到了星期五的一个时间 今天也是中秋节 首先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那么在今天的一个行情之中 朋友们大家都知道 昨天借着一个 欧洲央行利率的一个消息面的推动 所有的行情 欧系的都进行了一波过商车 那么今天的行情其实并不是很好做 对不对 那么这个过商车的行情 到底可不可靠 之后该怎么去安排 其实这是今天的难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旁边之中 当然也有一些结构比较清楚的 那么在早旁分享 我就会给大家去一一的拎出来 那么首先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美加 美加的这样的一个琐事 大家应该都知道 目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楚的 对不对 它的每一个结构 和它的每一个情况 都目前都做的比较的 在三类系统的一个结构下去判断 都做的比较标准 我们来看一下 美加其实做了 大体做了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一波打下来之后 然后在这里震荡 对不对 又下来 又上来 朋友们 这样的一个通道 在这里完成了一个凹端式 它没有创新的 立马拉上来 对不对 然后再回踩再往上走 整体美加就是走了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附近的一个压力位置 就是这样的一条位置 这样的一个景性 对不对 朋友们 这既是前期一波反弹的一个区域 也是之前震荡的一个区域 所以说这个位置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可靠的 所以说美加目前这样一个能量的分割性 1.3244 我觉得今天重点关注 然后的话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就目前这样的一段 一段这样的一个展示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连接一个这样的通道 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位置 也刚刚好和我们的一个景性 在通道上面形成一个压力的共振 所以说朋友们 今天美加如果能给到这个位置 是一个还不错可以去打空点的地方 朋友们 星空 星空 之后再怎么安排 看它具体的走势 好 这个是美加 给大家就说到这里 反正结果非常的清楚 能量分割性 加上小级别展示的通道 走着去打空点 非常清楚 朋友们 好 那么除了美加 其实昨天黄金 朋友们 是不是也来了一波过商车 也是同样在这样一个能量分割性位置 它进行了一次拐头 整体进行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双向的波动 那么今天 那么在这个位置 大家应该结果就相对来说非常清楚了 这样的一个日性级别的通道 我就不给大家换了 我们再就来看四小时级别 这样的一段走势 这里整体一波下来 昨天进行了一波反弹 然后今天再下来 朋友们怎么办 这个位置找正回档的多 或者也有可能是内回档的多 所以说这是黄金接下来的机会 下面有一个接多的地方 朋友们 所以说还不错 那么黄金 如果大家听好 如果他今天在这个76.4 在这个位置 他直接就上去了 对不对 他有可能不进行正回档 有可能在76.4 他就上去了 如果一旦这么做 朋友们 那么内回档非波过正 高位76.4 等空点就可以了 这是黄金接下来比较不错的 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机会行情 好 这个是黄金 那么给大家就说到这个点 如果他能在这里上去 我们再相对应的76.4 内回档去空他 这个非常不错 朋友们 好 那么这是黄金和咱们美加 给大家这么梳理一下 那么最后我们说一下 这样的一个欧元 昨天欧元整体来看也是走了一轮过商车 在一个德拉基讲话的一个前后 整体波动非常的一个剧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声威非常的凶猛 非常的凶猛 非常的凶猛 那么今天随着这样一个走势 大家应该在旁边中也看到了 很多欧元的领导 那么这个领导大家要注意 要小心 因为在数据面推动下的领导 我觉得它的可靠性不怎么强 朋友们 所以说对于欧元系今天的领导 大家要慎重 朋友们 那么对于它接下来这个位置的安排 我觉得目前 仓观望吧 不是特别好去参与 这个位置的压力非常的清楚 但是确实目前有领导的一个可能性 它有可能走出这样的一个 延续出来 所以说呢 目前它这是一个矛盾的地方 所以说大家欧元就不要过分的去参与 想做领导的 或者想做这个震荡的 小仓去搏一搏就可以了 它目前当然也还是这个震荡 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说这就是大体今天的一个节奏 大家重点关注咱们的美加和咱们的黄金 我觉得这样的两个品种的一个结果 相对来说非常的清楚 朋友们 然后最后云游给朋友点一下 云游目前的思路 这样的一个空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也都看得到 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小周期的空头趋势 是吧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往细一点去看 那么可能它再走加速减速结构 这一波砸下来之后 这里进行了一波反弹 然后再砸下来 又反弹 那么这里整体的一个结构 可以看成加速减速结构 朋友们 这个加速减速 唯一的缺点是 它有一个容错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里有个眼线和刺图 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走势 它的一个位置启示 那么就在这里了 朋友们 所以说这是云游的走势 那么当然也要去注意这个位置 也要去注意 那么位置来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61.85 所以说这个通道 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 慎重一点 我对这个通道群众不是很大 对于这样一个通道 就是在这里给大家画一下 因为目前来看 这一段15分钟级别的走势 可以看到 它走的已经比较纠结了 走的比较纠结 目前再空 当然可以 小仓去做就可以了 小仓去做 那么具体大级别的走势 我今天直播的过程中 给大家去分享 目前来讲 多空都存在机会 多空都存在机会 具体细节 晚上直播给大家去讲 那么今天通道的空点 大家小仓去参与就可以了 新朋友们 今天的早房分享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视频节目的朋友 可以去优酷腾讯 去观看我们的视频节目 当然也可以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阿萨社区 最后欢迎朋友们 加我的私人微信 我们私下沟通交流 新朋友们 祝大家交易顺利 咱们下周时间 再见